我们来看一下学测102年填充F这一题 这一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向量 但是它多了这个范围限制 求它的极值 所以它其实本身在处理上 就是一个比较线性规划的题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题 整个的一个图示化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George Bar来看 它其实一开始会有一个什么 OA向量长度为1 OB向量长度为2 这两个夹60度 它有给两个范围 有一个范围是什么呢 是X加Y 借在6跟8 所以这条是X加Y等于6 这条是X加Y等于8 注意一下我现在这个6跟8 是用OA跟OB当坐标左化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绿线跟这里的弹红线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X-Y等于0跟A-Y等于-2 所以是另外这两条线 所以我的V点呢 V点它其实就只能在这一个范围内跑动 那这一题它想要算的是什么呢 它想要算的是这个O 就是这个V向量跟这个U向量 蓝色的U向量的内积 最大是多少 在这个范围内跑 最大是多少 好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内积其实是什么呢 如果OU固定 那内积的概念你可以把它想成做工 对 做工的话就等于是看投影长 谁的投影最长呢 在这个范围内投影最长的当然就是这个F点 所以就是F点它的内积会最大 所以当然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是3A加5B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直观上的一个看法 不过我们当然考试上没有这个图可以看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再回到一般的算式来谈一下 这一题在一般的计算上怎么去处理的 所以我们刚刚的图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图其实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一题呢 如果真正要算其实就是 我目前就觉得就是只能暴力的纯计算 然后再稍微加上线性规划的讨论 一开始我们想要算什么呢 UV的内积 那这时候UV内积 注意哦 A跟B是怎样 夹60度 所以它会有交叉项出现 所以UV的内积就变成什么 A跟A座 对正常的话 如果垂直的时候 刚好是什么 EX加EY E乘X加E乘Y 可是现在有交叉项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 是那个X倍的A长度 然后再加上Y倍的B长度 好 那交叉项就是 这个配这个 这个配这个 所以还有X加Y的A跟B的内积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长度的资讯把它丢进来 还有夹角资讯 好 所以A的长度是1 所以A平方就是1 就是X 那B的长度是2 那所以就简加上4Y 好 那再加上X加Y AB的内积是什么 长度长度cosc 所以1乘2乘上cosc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其实这个它最后的极值 就是在看什么呢 就是在看 这里刚好约掉变成 2X加5Y的极值是多少 好 所以这里的XY坐标 稍微注意一下是这一边 就是我们这种斜角坐标的XY 所以这条线 这条线是 大概可以看出来 其实应该是这个点会最大 所以这个点是 这条线就是 X加Y等于8的线 那这条是 X-Y等于0的线 所以呢 我们这样这两个去解连例 所以这两个解连例 就解出来 这个点 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得到 相加变成2X加上 2X加0Y等于8 所以X 这条是-2 对不对 这条是-2 所以X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3 那Y就等于5 这点是35 好 那35你把它带进来 就35你把它带入 所以这东西 35 然后带入2X加5Y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多少呢 6加上25 这答案就是31 那如果你有点担心 你可以其他点再算一下 像这个点是什么呢 这点是 X加Y等于0 跟这个交点 所以这个点就是 这是A-Y等于0 所以这点是44 44带进来当然比较小 因为这里5Y 你尽量要让怎样 Y要大一点 这样子乘起来 才会比较有机会 那这两点我就不去处理了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本身 它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向量 可是它里程 其实是一个线性规划的题目 那在向量的内积 你要注意到 因为它今天不是垂直的 所以两个内积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这个交叉向跑出来 所以线性规划的概念要抓到 然后内积的概念要抓到 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的地方 就是钱